有没有可以不死的方法?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,以就凭鲜酒的方式,改头换面地贯穿了整个历史。 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和祖先没有什么不同。 而祖先用智慧创造了西王母,一位兼具神性与野性的女神。 她看上去是人的模样,却又抱围、胡耻、擅长歌笑。 西王母主长着象征死亡和毁败的天之厉鬼与武残星,被称为死神。 但她同时又是不死之要的掌管者,能令人长生不老,死而复生。 死亡与收获是一体的两面,就像秋天,庄稼成熟,喜货丰收,但也是一个生命周期的终结。 中国人很早就能理解生与死的对立和连接。 我们想象的西王母就掌握着生死大权,既是生命的收割者,也是生命的赐予者。